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说到了一些特殊形式的函数 接着呢,再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JS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币包 在学习币包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没有给大家说 我们可以把它说一下,比较简单的一个 来看 在声明函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像function关键词 来创建我们的四定义函数 同样的也可以创建一个匿名函数 包括资料用函数 那在下方呢,你看到 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function构造函数的形式 通过我们内置的JS函数构造器这个function方法也能创建一个函数 那它的形式呢,等我们学了对象之后呢,就更了解了 可以通过new function的形式来创建一个函数 那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可以创建一个函数来试验一下 可以通过new function来创建一个函数 假如说写成一个a参数,b参数 return一个,看好了,需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引号之间 a加b 那这样呢,就创建了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给它上面一个变量,为啊 f1c 等于它 那此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得到一下,alert一下 type of f1c 那现在呢,看到是一个函数 没问题,那想调用的话也可以,我们直接通过,alert一下 f1c 1,传一个6,7,第一个得到的是8,那第二个呢,得到的是13,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可以通过我们内置的,通过,js,内置函数构构 但是尽量的,我们少使用我们的new关键字,这一块,等我们以后讲完对象的时候,也会得到,也会知道 有这么一个小知识点,没有说,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js中比较重要的,我们的b包 接着来看一下,在b包中,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作用欲列 即使呢,我们变量,我们讲几个函数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变量的一个作用欲 分为我们的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那可以看这样一个例子 好,我们把它住掉 再往下 和我们作用欲列有关的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vr一个a等一个1,这是一个全局变量 接着我们生命一个函数,写成一个test 在里边呢,我们再生命一个变量,b等一个2 那此时这个b是不是一个局部变量呀 接着在函数体内,我们可以想看一下这个a,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全局变量 可以return一个a,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调用一下test的函数 这时候,我们再来alert一下b,看一下b是否有值 那接着,你看到b是一个局部变量,你是得不到的 所以说此时呢会报错,你可以看一下,会报b is not befinded b is not befinded,未定义的 你是直接使用不了我们的局部变量的 它的作用欲仅限于我们的函数体内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其实呢我们看到a呢是属于我们的全局的 这时候你可以alert一下这个test的函数的反规值 你能看到什么呀,能看到一个1 这是能看到的,对吧 那接着在我们的函数体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alert一下b呀 对吧,在这个test的函数体内,a和b都是可见的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函数y之后,a是可见的 但b可见嘛,对,b不可见,b是一个局部的 所以说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们在函数,这个test的函数中 再定义一个另外的函数 那接着我们在这个另外函数中 是可以访问我们来自这个自身的一个作用欲 来可以访问我们这个变量自身的一个作用欲 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再来看 假如说这样的效果 写成一个vra等于1 function test 我们再来写成一个vrb等于2 接着在这里边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写成一个test1 在这个函数体内,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b啊 可以看到这个b变量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再来再写一个vrc等于3 接着你也可以alert一下b return一个3 return一个c 这样的效果 那此时你再看 我调用一下test的函数 此时 接着我们再来在这里边 再调用一下test1 你看到会出现一个2 证明执行到我们这个函数体中 是不是得到了这个b的值啊 同样的你也可以alert一下a 现在会出现一个1和2 这样的效果 也就是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可以使用它自身的变量 假如说再alert一个c 你看123你都会看到 可以使用它自身的这个局部变量 也可以使用这个函数体之外的这个b 也能使用我们的全局变量a 这样的效果 那这种形式呢就形成了我们一种 作用于链的效果 scopechain作用于链 chain作用于链的效果 那这个链的长度呢 或者说深度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 自己来定义 也可以 你可以在这里边再来声明 这样的效果 其实呢也就是在test1中 我们可以访问的变量 既可以是我们这个自身的 也可以是来自负极的这个作用域 它现在是不是声明在test的 函数里边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样的作用域链呢 也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其实再往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在我们的GS中 每个函数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作用域链 或者叫做词法作用域 这也是给大家讲的下一个问题 词法作用域 在我们的GS中 每一个函数都有自己的这种词法作用域 那每个函数呢在被定义时呢 都会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作用域 或者叫环境都可以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通过这些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这个作用域链的问题 词法作用域 我们再上面一个函数 function写上一个fe 在这里边呢 我们VR一个变量 a等一个e 接着我们调用一下 return一个fr 这样的效果 那此时呢 我们再来上面一个function fr 接着我们return一个a 那现在来看这样两个简单的函数 没有什么问题 那接着我们调用一下什么呢 我们调用一下fe这个函数 你看一下 alert一下fe 那此时你看你是否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1或者12都可以 是否能得到这个12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函数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诶 没有谈 没有谈 看一下报什么错了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命令行中 a is not defended 到了这样一个a 未定义 为什么呢 那接着你看到 我们在fe这个函数中 是不是调用了f2 对 那接着我们的a变量 是不是也在我们的fe中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认为 这个f2中返回的这个a 是可以得到这个12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错误的 因为我们当调用 当我们定义这个f2的时候 这里边是不是没有a 这个变量的a可见吗 不可见 这是什么变量 对局部变量 那接着呢 我们在fe的时候 你看到 定义了局部变量之后 return f2 定义f2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这个a的值 它是局部变量 所以说你是得不到的 这样的效果 那和fe一样 它那时候呢 只能访问自身的作用域 和全局作用域中的内容 它只能访问自身的作用域 和我们全局作用域中的内容 像我们这一块 假如说你有一个全局变量 是可以访问的 所以说呢 fe f2之间 不存在我们的 共享的刺法作用域 它们两个是不共享的 那接着我们要想共享的话 一会儿呢 可以通过B包 来实现一种 突破作用域链的 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时候 也看到了这种效果 得不到我们这个a的值 当我们这个函数 在被定义的时候 当这个f2被定义的时候 它会记录 自身所在的环境 也就是自身的作用域链 和相关的一个作用域链 但这是 不会记什么呢 它不会记录 像我们a中的一个值 但是呢 在这块相反 我们看一下 它想记录的都是自身的 假如这里边有个变量 是可以的 VR一个b等一个12 它会记录这个b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可以 再看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可以这么写 看好了 对它进行一个重写 再来写一个 再写一个f1 还是VR a等1 接着 return一个f2 这个呢 没什么变化 接着再来写一个function f2 和刚才一样 我们再VR一个b等一个 3 接着 return一个a 我们alert一下b 好 这样的效果 多了一个alert 还是return a 当我们调用f1的时候 你看 写成一个f1 这时候 刚才看的是一样的 得到的是几 对 现在弹出的这个30 多少 是调用了f2 接着呢 return的是一个a 还是一个未定义的 可以看一下错误信息 还是一个未定义的 接着再往下 如果此时生命了一个a 假如说VR a等一个55 那这时候 这是什么变量 对 全局变量 那此时 我们再来调用alert一下 f1 现在弹出的结果 应该是多少 对 你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3 不用弹也行 好 接着alert第一个f1 默认返回的是什么呀 对 undefended 因为这个变量 没有值 因为在下方是有值的 所以说 在这调用的时候 引用的时候 是一个未定义的 接着再往下 你看 再弹f1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对 55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你看到 在这一块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js 来实现 我们来添加 删除 这样的操作 可以对我们变量 重复进行一个添加 什么叫对变量 重复进行添加呢 你可以在这再来写 再写一个a 等于个66 656 再认识一下 f1 你看得到的结果 又变成了656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它实现的 得到的 是不是使用的 这种全局作用力的效果呀 使用的是这个 a的值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在这块 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他们f1和f2之间 是没有这种 共享作用力的 那想实现这种 共享作用力 我们就可以通过谁了 通过我们的臂包 来突破我们的作用力链 这样的效果 那如何通过臂包 来突破我们的作用力链呢 可以来先看一下 什么是我们的臂包 在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 我们来画一个图 来看一下 可以在这来画这样一个图 这个可以画图吗 我们看一下 刚换的这种Mac 还用的不太熟 我们来找一下 画图的 可以通过 稍等啊 pages应该可以画我们的图 是吧 备忘录 好 我们就试验一下 拿这个 啊 把刀笔 算了 就拿它吧 好 对 通过它来画就行了啊 来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来画一个圆 这样的效果 那这一块呢 假如说我们就可以想象 这个大圆 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局作用力 在这个全局作用力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包含一些内容呀 对吧 像你包含一些变量呀 包含一些这个函数啊 都可以 那接着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小的 把它变一个颜色 假如说这个小圆 这就是我们里边的一个函数 包含的这样一个函数 接着在这块呢 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个变量 假如说再来一个变量 这就是一个变量啊 把它小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接着呢 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把它也可以再来 函数体内呢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函数 好 接着在这里边再来一个小圆 黄色的 再来这样一个小圆也可以 接着在这里边 我们还可以再包含一个变量 小一点 假如说我们就写上一个变量 A 变量B 这是变量A 也可以 接着呢 这是我们的函数 小一点啊 画的没那么好看 好 接着在外层呢 我们这个 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可以再有我们的变量 也可以 然后这个变量是C 这样的效果啊 接着呢 来看一下 这个外层 这个大圈 就相当于我们的全局作用域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 global 代表我们的全局作用域 放到这儿 这是我们的全局作用域 接着这个作用域呢 假如说这个函数的作用域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一个 这是F函数 Function 这是这个函数的作用域 就写一个 Function 这是我们这个绿的函数的一个作用域 接着在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 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函数啊 对吧 假如说在这 我们再来一个 小按数 F 好 这是减F的作用域 一共这么几个 来看一下 这样的效果 画了这样一个图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呢 在这里边 假如说我们这个变量在这儿 这是我们这个A点 那这个A呢 是不是位于我们的global中啊 对吧 这种全局空间中 而这个B呢 是不是位于我们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 F 这个绿的圈内 属于我们这个函数的一个作用域啊 在我们的函数 F 在我们这个function 空间中 这个B 它属于在这儿 接着在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小函数 比如说我们叫做F 或者区分一下 我们叫做N N也行 这样的效果 这个图画的有点小啊 稍微大一点 就是这个N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看着就清 清晰一些了啊 好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看一下 还有这样一个N N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函数 这个绿色函数中的一个函数 接着这个变量呢 是不是在这个函数中呀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N呢 是不是可以访问自身的这个变量 也可以访问它负极的这个B 也可以访问我们全局的这个A 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B 在我们的这个函数外边 在这个绿函数外边 是不是访问不到的呀 这是我们看 这是我们测试过的 这个呢 是不可见的 但我们想访问这个B 可以通过谁访问 对 可以通过N 这个函数来访问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要能将那个N 扩展到我们这种全局变量中 这时候 我们这个 就可以通过N 来访问到这个B了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此时呢 你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N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假如说这个N 你把它放到我们这种全局空间中 这时候 它是不是和这个变量A 就平级了 对吧 那此时这个N 是不是还能访问谁呀 还能访问我们这个B变量 这时候 就通过我们这种B包 就突破了我们这种 追链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的B包 实现的这种 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只需要将它们升级为全局变量 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 函数 F进行一个传递 传递给我们的全局空间 都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通过这个图之后 我们再来一个案例 就可以给大家完成的 来解决我们这个B包 突破我们中级链的一个问题 那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声明这样一个函数 再看一下啊 刚才这个图画的不太好 但是我们通过例子 也可以很好地给大家诠释一下 如何通过我们的B包 来突破我们的全局作用于链 通过B包 突破全局作用于链 首先我们来声明一个函数 F函数 接着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声明一个变量 VR 写成一个A 等于一个P 保存了一个值 接着我们return一个function 来看一下 接着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再return一下 把这个A返回回去 这样的效果 那这时候看到 在我们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声明了一个局部变量 A 接着呢 我们return一个function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呀 这样的一个B包 那接着在这个B包中 我们又返回了一个值 返回的是不是这个负极 返回的是不是这个A 这个变量的值啊 对吧 那这个A在全局空间中 是不是看不到的呀 它仅属于我们的这个函数体内 不信的话 你可return一下 A 你是看不到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看一下 是不是报了一个A 未定义啊 对 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 看好了 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函数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接着呢 把它复给一个变量 VR一个test 等于它 那此时 我们再调用一下test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你的A的值了 对吧 那现在你看到的这种效果 就是一种形式的B包 现在通过这种形式 是不是已经得到了 我们这个A的值 也可以 那接着你看到 在这里边我们是如何来实现的 是不是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又生命了一个函数 接着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来访问了这个A的变量 相当于什么呢 来看一下我们那条画的一个图 这个函数就相当于 刚才这个生命那个函数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黄色的圆 接着在这个黄色圆中 我们是不是访问了这个B 并且返回了这个B变量的值 接着这个B在全局中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访问到这个B的值 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种形式的B包 接着参考一下 还可以看下一种形式的 像说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FUNC13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函数体内 再创建一个新函数 假如说我们生命一个全局变量N 接着再往下生命一个函数FUNCTION 在这里边还是写成一个A 再生命一个局部变量A等一个KING 接着我们再写将这个函数 复制给什么呢 复制给一个变量 复制给我们刚才生命好的 这个全局变量 接着在这里边 我们RETURN A就可以 RETURN A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也行 那现在你再看 我们调用一下这个F函数 调用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再调用我们这个N函数 就可以得到这个A的值 那好了 写上一个A函数 N函数 就可以得到这个A的值 FUNC没问题 看一下 第13个 我们没有ALERT ALERT一下 这时候通过这个N函数 也能访问到我们这个值 那接着你看一下 在这个F中 我们是不是定义了一个新函数啊 并且没有在这里面使用这种Y句 代表这个变量是一个什么呀 对 全局的 全局的 所以说依然呢 可以访问我们这个F函数域的一个 对这个F函数的一个函数域 同样的可以访问这里面的这个变量 那接着你看到 我写了一个N 是不是得到了我们这个F函数 作用域中的这个变量的值啊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如果说我们一个函数 需要在负极函数返回之后 如果想留住对负极作用域的链接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为此来建立这样一个臂包 也能实现 再看下一个例子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也可以 再生命一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返回 返回我们传入函数的一个参数 返回这个负极参数 argument parameter也行 接着在这里标 我们生命一个N 等于一个function 这是不是一个局部的呀 对吧 接着在这里标 我们return一个 传进来的参数 这样的效果 接着我们让这个parameter 在这儿让这个参数 写了一个加加 再返回这个N 就可以 看好了 我们这样的效果 接着来试验一下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函数 调用一下这个f函数 我们传一个456 调用了 把它调用的结果呢 我们付给一个变量 假如付给一个test 等于一个他 接着你再看 我们alert一下test 现在会发生什么的 首先来看一下 结果你看一下 猜一下应该是多少 是456呢 还是457 想一想 可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函数中 我们声明了这样一个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的值呢 是一个函数 返回的就是什么呀 对 就是我们这个参数 接着 已经弹出来了 一保存就弹出来了 接着 我让这个传进来的参数 做了一个加加的操作 再返回这个N 返回这个局部变量 其实呢 也就是返回了这个值 那此时呢 这个值是456呢 还是457 刚才已经看到结果了 那为什么是457呢 当我们返回 被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你看好了 从上往下执行 声明完之后 parameter是不是加加了 对 加加之后 当我们返回这个N的时候 是不是才掉用了这个函数啊 那此时这个parameter值多少了 对 已经变成457了 因为已经执行过一次 我们的递增的操作了 所以说返回的是 更新之后的这个 参数的这个值 因为这函数所绑定的作用域 是作用域本身 所绑定的是这个作用域本身 而不是这个作用域中变量 或者说这个变量 当前所返回的这个值 而是这个作用域本身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值 不是456 而是457 这个变量已经执行了一次 加加操作了 这也是我们一种 臂包的形式 这样的效果 接着下来呢 这只是臂包中的几种 常见的形式 那一会儿呢 下节课呢 也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像我们循环中的臂包 包括通过臂包实现 我们用叠带器呀 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臂包 来实现一下 限制外部变量的一个访问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臂包的基础形式 大家下来之后 把它好好看一下 下节课 我们把这个臂包讲完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这个臂包 这是一个不得就是 ac beh 掉 Ав